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赵丽颖还是这么敢穿,小黑裙都透着肉,但尺度刚好不显得艳俗。 时尚且潮流的女生,向来对小黑裙是不陌生的,似乎这种标志优雅与端庄的服装。 总是会让人着迷,在脑海中不仅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挥之不去。 或许小黑裙并不是多么时尚的服装,但是它所表达的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也标志着女性服装的崛起以及突破,再穿着上不保守但又不过于俗媚。 就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时尚感,展现出别样的气息与优雅效果。 似乎每个女人的衣橱中,都应该有一条精致的小黑裙,它可以不用太多的设计。 也不用太多华丽的装饰,就是简简单单的形式,就能够摒弃一些不太美好的形式。 所以那些优雅又很迷人的小黑裙,也成功地成为女性的心头好在。 穿着上不仅能够凸显出别样的时尚感,同时还显得迷人贵气。 所以有人说,小黑裙是永不落幕的经典单品,一点都不为过。 所以在一些时尚的场合中,你总是能够看到小黑裙的身影。 就像赵丽颖在服装的穿搭上,选择一件黑色刺绣亮片小黑裙。 很有设计感的裙装,显得妩媚大气,所以赵丽颖当妈后穿搭都变了。 虽然没啥少女感但成熟有度,女人味十足。 在所有的服装中,会觉得小黑裙是最优雅,最经典,也最时尚的服装。 即使在不同的场合中,它都是绝对出彩的。 不管是什么版型,什么款式,还是一些设计方式,都能够恰到好处地凸显出质感。 同时将服装的亮点与自然感更好的凸显出来,显出女人味的同时还很端庄大气。 而对于小黑裙本身来说,它不土不俗。 尽管色彩上有些沉闷,但是穿着上却很贵气又大气。 所以在一些红毯造型中,时尚的场合中,以及约会穿搭上。 这种服装都是很不错的,完美地融入了一些精致的韵味。 同时简约百搭的设计方式,也都能够为整体的穿搭加分,穿着上一点都不单一。 同时它确实是带着一些精致感,穿着上也更高级。 或许它本身就承载着一些俏丽,性感与知性的韵味。 所以将这些美好的词汇融入到服装中,都能够使每个女人更加的光彩照人,穿搭上也很有气场。 小黑裙的穿搭建议 选择合适的版型加长度 其实在小黑裙的选择上,并没有太多的挑剔感。 只是要选择合适的款式加上合适的版型,不显胖不臃肿还很有品味。 一般来说,大家可以选择的款式有很多,就像V领,一字肩,吊带以及无袖等等。 但是想要更加的精致有形,无袖很不错,尤其是对于手臂线条比较自信的女孩子来说。 显得手臂纤细,还很苗条,搭配长款的裙子,更有很好的包容性,显瘦还精致。 搭配合理的设计方式。 此外,在整体的服装造型中,也可以适当地加上一些元素。 如刺绣网纱以及亮片和网格元素,既修饰又有点缀效果。 穿搭上具有十足的焦点,还很精致大气。 对很多女孩子来说,这种元素都是很不错的,不管与什么样的服装结合。 都显得很美好,一点都不单调,在活动的场合中塑造出西味,很迷人。 所以赵丽颖还是那么敢穿,小黑裙都透着肉,但尺度刚好不显得艳俗。 确实是这样,在所有的服装中,小黑裙所展现出来的优雅与精致感。 是其他服装比布了的,它能够充分地展现出女性的时尚感,还很有腔有调。 其中吊带的小黑裙很值得大家穿着,尤其是吊带加抹胸的造型。 对上半身瘦且有直角尖的女生来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穿着上性感迷人,还很大气,搭配收腰以及F字版型,优雅别致。 不得不说,随着时尚的发展,小黑裙的造型与款式都发生了一些改变。 不但是传统的样式,也没有太多的土味感,不同的元素自己不同的手法设计。 都能够将一款裙装的优雅感更好的体现出来,穿着上也十分自然。 就像长款的小黑裙,它表达的是一种端装与大气感,同时还很显瘦。 蕾丝印花等设计方式,点缀一下更美观,腰间用黑色皮带进行修饰。 明确地划分出腰线,视觉上看显高还显瘦。 若是想要凸显出一款服装的质感,那么面料是很不错的。 虽然说小黑裙可以与任何一种面料进行结合。 不过要是说比较轻盈的面料,还是薄纱。 轻盈时尚还很有格调。 同时若隐若现得美好,也不会显得服装很土气,穿着上也很精致。 搭配刺绣印花的,点缀起来也很美观,在活动上这样穿合适。 所以赵丽颖穿小黑裙可真好看,虽然服装有点显老。 但穿着气质满满,很适合大多数女性穿。